我來示範一下這個 現在我的汽車上面裝了一個卡鋪的3D腳踏墊 那它是針對VOLVO V40這款車型設計的 那它有一個特色就是它有防水 那我來示範一下喔 這是一罐裝滿清水的水 然後把它倒下去 好倒多一點 你可以看到水都會直接積在上面 水都會直接積在上面 那積水沒有關係 不要滲到這個車子的內裝就好 那經常啊我們就是在 比如說下雨天啊雨傘啊 這樣收了就直接放進去 這時候車子就會一堆水 所以腳踏墊有防水很重要 那碰到有積水的話 就把腳踏墊拿起來 整塊拿起來 然後 看一下 現在水都在上面流著對不對 好 直接把它倒掉就好 拍一拍 有沒有看到 水都不會流在上面 再拍一拍 把它拍乾淨 有沒有看到 然後 就變乾了 這時候 上面其實還是會有一些 一些濕啊 比起原本那個 我原廠那塊 熔布的 好太多了 原本原廠的熔布啊 它沒有這個 溝槽 沒有水盤 它會直接的 把水流到 那個 車子的內裝裡面 那現在有這個 溝槽 往上 這樣子 你的水就會直接 擠在上面 那真的有擠水的話 就把水倒掉就好 像有時候小孩子啊 或者是家人啊 他坐車的時候 會把飲料啊 把湯湯水打翻在上面 就很方便 很實用 安裝也很簡單 直接把它安裝回去 好了 這樣就好了 OK